哇这个鲜饼太香了吧 一下吃了七八个 做法特别简单 五分钟不到就可以搞定了 我们先来调一个肉馅 肉馅的口味呢 是根据个人的口味来调的 因为家里面有小孩吃 这个调料我放的比较简单 就放点生抽 放点蚝油 放点老抽 再来点胡椒粉 来点食用盐 来点食用油 给它抓拌均匀 这个馅料可以提前一个晚上 给它腌制好 再准备把小葱 再把它改刀切成葱花 葱花切好之后 直接放肉里边 然后用筷子稍微随便的给它 搅拌一下就好了 再准备一个空碗 我们在空碗里边 倒大概300克的糯米粉 然后再放一小勺的食用盐 然后再倒大概小八碗的清水 我们在和面的时候 用开水来和面 用开水和面 凉了之后饼皮不会发硬 再下手揉成一个 比较偏软点的面团 面团有点软 会有点粘手 我们可以粘一点干粉防粘 就一个小剂子 搓成圆球之后 把它撑开 再把肉末放进来 然后再给它收口 收口的话 随意的给它收口就好了 收好口之后 再用手给它压扁 做好之后 锅里边放一点点食用油 再把饼放在锅里边 给它煎一下 用小火慢煎 时不时给它翻个面 全程煎大概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煎到两面有点微黄 就可以盛出来了 这样做的糯米饼 软到鲜香 非常的解馋 喜欢吃的赶紧学起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